这条小鱼吃过两万人 每当夜深人静时 就会跳出来把人吃掉 这天女孩来到宠物店 一眼就相中了她 非常喜欢那两颗大门牙 却没看见水底的骨头 于是花三万块把她带回了家 看到水里的城堡歪了 女孩刚撸起袖子 食人鱼就张大了嘴巴 随后把手伸了进去 由于她看视频点了赞和关注 小鱼这才没对她发动攻击 晚上睡觉时 小鱼在旁边虎视眈眈的盯着女孩 不过并没有发动攻击 两人就这样和平共处起来 不过她对鱼食没有任何兴趣 看到香甜可口的披萨 也摇头拒绝 这天老爸切柠檬时 小鱼在旁边死死盯着她 突然一不小心 竟然切到了手指 顿时流出几滴鲜血 小鱼则瞪大了双眼 趁她去拿穿克贴的功夫 跳出来把血吃没了 老爸一脸梦圈的走开了 随后女孩每天拉着三轮车 带着小鱼欣赏周围的美景 这可把旁边的小猫产坏了 这天女孩卖柠檬水时 发现零钱不够了 于是回屋去拿 可她刚走开 猫咪就跳了上来 一步步朝前走去 死死盯着缸里的小鱼 然后跳了上去 可下一秒 她就被拽进鱼缸里 这天女孩在地上 用红色粉笔画了条鱼 突然两个坏孩子踩了上去 把女孩拽起来后 将鱼缸抱在怀里 见主人有危险 鱼儿瞪大双眼 非常生气 男孩手一歪 把水倒在画好的画上 小鱼趁此机会一跃而出 顿时衣服满天飞 吓得男孩一声大叫 转身跑开了 而地上则留下一具白骨 见鱼儿这么厉害 女孩又来到宠物店 这次她相中了一条食人鳄 不知道下个倒霉的会吃谁 几头鲨鱼落到泳池里 快速朝前游去 吓得老人急忙爬上岸 小伙没有害怕 拎起旁边的油桶 全部倒了进去 紧接着点燃火柴 朝前一扔 泳池就着起火来 随后发生了爆炸 鲨鱼就成了烤漏 原来空中出现一道龙卷风 里面有无数鲨鱼在游泳 这时一架直升飞机冲了进去 小帅把飞机停在空中 二翠拧开煤气罐 拉开保险 顿时喷出一道火焰 他急忙扔了出去 煤气罐被吸进龙卷风里 紧接着发生了爆炸 鲨鱼哗哗地往下掉 这头被甩出去后 撞破广告牌 重重地落到地上 碎成无数块 而另一头鲨鱼就比较幸运 落到了电网上 成了上好的美食 可下一秒 电网也被卷了进去 紧接着冒出几道闪电 鲨鱼又死了一大片 突然一头鲨鱼咬住飞机 二翠拔出匕首用力刺了下去 不料脚下一滑 掉到鲨鱼口中 大壮非常生气 开着五菱红光朝龙卷风冲去 拿起一瓶煤气罐 拧开阀门 来到拐弯处 点燃煤气罐 放到车上 启动无人驾驶模式 随后跳了下来 汽车一个加速 静止冲入龙卷风里 抬头望去 汽车向一夜偏周 在龙卷风里不停摆动 紧接着就发生了爆炸 鲨鱼被气浪冲了出来 跟雨点一样纷纷往下落 场面非常壮观 大壮拿起电锯 快速跑了过去 突然一头鲨鱼掉了下来 朝女孩撒去 大壮一把推开它 快速拉动电锯 看准目标 用力一跳 就钻到鲨鱼口中 随后重重的落到地上 突然鲨鱼腹部鼓了起来 紧接着伸出一个电锯 大壮就逃了出来 还救出一个女孩 并惊一看 正是二翠 那么问题来了 龙卷风真能把鲨鱼卷进去吗 他白天是一只人见人爱的招财猫 可一到晚上 就露出了獠牙 拿着一把水果刀 悄悄溜进房间 掀开被子就要扎下去 却看到一双臭脚 熏得他后退几步 然后掀开另一头 妈 我不要起床 紧接着举起机关枪 碧碧地射了出去 没浪费一发子弹 全部打在招财猫脸上 把他打得节节败退 一不留神 踩到了插座上 瞬间传来一股电流 顿时手脚酸麻 水果刀正好掉到脚上 疼得他不断后退 急忙溜了出去 可他还不服气 没想到刚推开另一扇门 就看到了马东梅 吓得他急忙收起匕首 马东梅伸出手 一步步向前 招财猫一不留神 从二楼掉了下去 匕首又插到了脚上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 而马东梅刚才是在梦游 可猫咪还不死心 又溜进第三个房间 看到女孩躺在床上 睡得正香 她露出锋利的指甲 放到胸前 一点点往前伸 突然女孩睁开了眼睛 吓得他急忙收起胳膊 吸吸力 快睡觉 妈妈会骂你的 随后又闭上了眼睛 招财猫被感动了 一转身 趴到地上睡了一觉 原来他是个喵星人 想入侵地球消灭人类 可降落时 宝物丢失 他也失去了法力 从此成了一只招财猫 如果给你一只这么大的猫咪 你敢要吗 这个女人是个巫师 只见她画了个圈 在鼻子上轻轻一点 大壮顿时呼吸困难 不停地咳嗽 而且越来越渴 于是从冰箱里拿了瓶水 可拧开盖子 往嘴里一倒 却没有一滴水流出 这也太诡异了 再次用力 还是一样的结果 小美则是一脸坏笑 赶紧 她急忙换了一瓶 还是喝不到 可掉到地上后 水就哗哗地往外流 此时她的脸越来越红 见矿泉水不行 就来到水池边 拧开水龙头 嘴刚凑过去 水就停了 离开后 水就流个不停 再次靠近 水又断了 此时她已经没了力气 骨折脖子 贪软地倒在地上 不过嘴里流出大量的水 而且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小美见状走了过去 打开冰箱 拿出一瓶水 不慌不忙地喝了起来 原来晚上 大壮在刷手机 看得都是美女 还不停地点爱心 突然小美从后面冒了出来 见她这么紧张 就要走了手机 看到她给前女友点赞 小美非常生气 就有了前面的一幕 眼看大壮越来越虚落 她一转身回了房间 而大壮则趴在地上 没了动静 半天过后 她才喘了一口气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是你 敢找个巫师当女友吗 男人从墙里抽出水杯 哭吃就是一口 女友急忙呛了过去 味道真是棒极了 随后又吃了支蜡烛 原来这是一面巧克力墙 只要把东西放进去 都会变成巧克力 没过多久 家里的洗衣机 冰箱 彩电 床 所有的家具都被他们吃完了 可这还不过瘾 女友看向自己的右手 随后她就变成了杨过 下一秒 两人的胳膊都不见了 而小伙变成了巧克力人 在大街上压马路时 看到女孩在哭 伸手掰下自己的耳朵 送给女孩 她这才破体微笑 小伙就多了个女朋友 生病时 别人都是输液 她却输巧克力 去健身房锻炼 发现女友饿了 就掰下一块腹肌送给她 晚上做饭时 女友来凑热闹 她一不小心 把手指切了下来 女友拿起一块 放到嘴里 味道好极了 还用巧克力做了只小兔子 如果把这样的男友送给你 你敢要吗 男人许下心愿 刚打算取走蜡烛 手里却多了五枚金币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自己能点石成金 她把金币放到盘子里 又伸出手指 点了下蛋糕 脸上顿时露出狂喜的表情 蛋糕竟然变成一堆金币 这下要发财了 可疑抬头 发现儿子竟然不能动了 其他几人也是一动不动 露出惊恐的表情 突然大壮手臂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 一点点向前伸 目标正是儿子 赶紧 眼看手臂越来越近 吓得他连连大叫 当接触的一瞬间 儿子哗啦啦地往下掉 变成一堆金币 大壮非常痛苦 可还没来得及伤心 另一只手就蠢蠢欲动 从桌子底下抬了起来 而目标正是小女儿 她却无能为力 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从面前消失 也变成了金币 可左手还不肯罢休 一点点向大女儿靠近 她急忙扭过头去说 尽管大女儿非常害怕 可还是原谅了大壮 下一秒 她也变成了金币 原来晚上回家时 看到门口贴了一份账单 而今天正是她的生日 于是许下愿望 让自己拥有金手指 这才有了之后的经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把金手指给你 你敢要吗